你知道一带一路的国宴上哪几道名菜最吸引各国领袖 我猜你肯定会说是我国最古老的美食佛跳墙 但外国人对它并没有那么喜欢 大象现在就来盘点一下 一带一路国宴上最吸引各国领袖的名菜 第一名绝对是中餐界的天花板 各国领袖吃完后赞不绝口 看看你家乡的菜品上榜了吗 请论区告诉我吧 第六名甘闷大虾 提起这道菜品 它作为卤菜中的激烈美食 新鲜的大虾经过小火的煮烤过程中 热气焖烤着大虾 浓浓的汤汁 融合着虾肉的鲜美 几借着自己独特的口味呢 而闻名于全球 原国领袖也在这次一带一路的国宴中 品尝到了甘闷大虾的美味 一份三十五块钱的甘闷大虾 让各国领袖们吃完后赞不绝口 并且这道菜在国外也十分的受惩 很多老外都被甘闷大虾 深深的吸引着味蕾 第五名文思豆腐 说起国宴上的这道品质 不仅口感上吸引着外国领袖们的味蕾 还在手法上更是让各国领袖进行 文思豆腐提早起源于洋州 至今已经有悠久的历史 出口计划的口感 让国内外的时刻都对它无比深爱 一块平平无奇的豆腐 经过厨师高超的记忆 让它变得如此现一般的纤细 每一根豆腐丝都能够隐缺无误地 穿过一阵 一根根的豆腐丝再搭配上浓郁的鸡汤 吃起来软嫩清准 把外国的领袖们吃得攀畅淋漓 蓝天一带一路国宴上最吸引各国领袖的名菜 第一名绝对是中餐界的天花盘 第四名松鼠桂鱼 提起国宴上这道名菜 它作为苏方菜中的代表之作 让各国领袖吃得欲罢不能 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史 曾为赴私访苏州松克楼的菜馆用膳 厨师将鲤鱼刻上画门后 再放入油锅中炸熟 最后浇上灵魂的糖复制 酸甜软嫩的口感 十分的俘获食客们的味蕾 甚至在这次国宴上 还让各国领袖都吃到无法自拔 第三名红烧肉 说起一带一路国宴上的这道名菜 它作为上海最出名的代表菜 为而不敬的口感 让国外的领袖们吃上一口 都会沉浸在红烧肉的世界里 一个个小麻将快大的肉排 经过了浓油赤酱的做法 再凭借着厨师们的 紧缺的火候的功夫 进口在每个肉块当中 咬上一口入口计划 不为而不敌 让各国领袖们吃上一口后 连忙竖起了大公子的发赞 蓝点一带一路国宴上 最吸引各国领袖的名菜 各国领袖吃完后 赞不绝口 第二名公保鸡定 说起国宴上这道名菜 它作为四川最经典的菜品 香香辣辣的口感 让各国领袖们吃到无法自拔 最初是由清朝的山东军火 四川总督丁宝珍发明的 他本身就喜欢吃鸡肉和花生米 口味上又喜好辣椒 于是他便名字不想 将花生米和鸡定 辣椒爆炒在一起 后来清廷为了纪念丁宝珍 便将他发明的这道名菜 取名为公保鸡定 各国领袖吃完这道菜 并了解了他背后的故事后 纷纷对公保鸡定散不绝口 觉得这道菜之不符合西方人的胃口 一名开水白菜 说起国宴上这道名菜 他虽然口感上很清淡 但他却是四川有名的一道名菜 最初呢 由川菜名厨黄景林 在清宫的鱼扇房时所发明 后来又被番菜大师 国国荣花样光大 成为国宴上的一道经理 一颗贫贫乎其的北方大外菜 将其浇上用鸡 加排骨或熬煮高汤 最后再加上一些汽油进去 吃起来的口感相和友好 依然浇上各种油腻的方式 但吃起来的口感 却十分的心香和好 不由不拟 让各国的领袖们知道 赞不绝口 纷纷持火 中餐 Cellule